小李在杭州永乐路上的一个工地做水电工 因为工资结算少了五六千 小李想不开了 因为这笔钱 他是打算用来结婚的 接到报警之后 当地接到平安办 劳动监察大队 消防 还有派出所民警都赶到了现场 你过来说什么事情啊 钱你钱的话 小李帮你们解决 小李坐在楼顶的边缘 一只脚挂在外面 一个工友正在劝他 你到里面做一点 我们把人转过来 这时项目负责人也赶到了现场 你们再劝劝了 卸下来下来我们再对好嘛 我跟他自签掉嘛 不管工友和项目负责人怎么说 小李还是不听劝 你听我讲 我是胡书派所的所长 我姓徐 你有什么话跟我讲 我帮你主持公道 哪个老板不对的 该道歉道歉 钱补足 好不好 多少钱一分不会少你 只要你有理由 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劝说 小李终于松口 表示愿意接受派出所出面调节 你看我们到哪里 到派出所 那个你总包 在那个那个 刚才那个周军啊 我这我这 这个包括你们算 具体的账单的账本 全部拿过来 劳动就跟我一起到派出所 244工 他自己算出来的是247工半 那后来就按照这个工来算了 这个钱的话呢 我们总体他当时给他 集的是230块钱一天 他自己后来讲的话 这个是260 后来我看了他的视频 跟当时介绍人给他的视频 是240到260 一天 但是呢 工地里面呢 是按照他工作的技能 他的能力的强弱来最终盯的 有220的 也有230 也有250 260的 按照他这个的 给他230 他自己呢 认为委屈了 当时讲好是260的 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这个钱 要派用场的 他家里面也很缺钱 这么个情况 他这个解释把结婚去 对对 他是考虑这个钱拿回去以后 家里要去交账呢 女朋友在家里还等他了 在老家 小李今年29岁 半年前 他来到工地做水电工 现在水电已经收尾 按理说 他能拿到6万多块钱 但是最后在结算的时候 发现少了五六千块 而这笔钱 他是用来结婚的 最后工地里面 也非常不错 给他255块钱一工 后来钱当天 结算清楚以后 当天就全部付给他了 像这个事情的话 我们最后应该说 既没有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我们还是给他一个重新处理 给他一个机会 行政罚款500元 按照正常情况 你要跳楼的 这个跳桥的等等 我们都要拘留的 刑件严重可能 还会追究刑事责任 所以这个我们 不希望我们的群众 遇到事情以后 采取这么种过激的行为 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188黄金电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